感谢主弟兄姊妹 大家好 我是大西照会的张连碧弟兄 刚才我姊妹她自己已经讲了 她在各方面都有她的坚持跟她的意见 其实呢 不止这样 这是她自己的看法 她在我这一面呢 在弟兄的感觉里面 她非常认真热心 其实也非常的有主见 她凡事都有她自己的看法跟做法 小事呢 从出门的点菜 大事呢 例如说小弟兄小姊妹的教育 她都有她的一套看法 两年前我记得 我带两位教授回下她的饭店 那时候手机响了三次 我的那个其中一位 叫北京清大学的许君 他就问我说 想必这个时候 应该是你领导打电话给你 你怎么敢不接 我说什么是领导 她说因为现在北京啊 以前称太太叫做爱人同志 她说现在因为女权高涨 所以称他们为领导 我心有气气焉 这个我有一次买 她姊妹要买车找我交通 我跟她讲最好买深色国产车 因为比较好保养 果不其然送来以后是银色的路滑 弟兄的意见是 仅供参考 当然经上有记载说 有弟兄处就有活路 可是得罪姊妹可能没什么好处 所以表面上我继续都有我出头 实力上我们家里的领导 还是继续的领导 可是我心里暗暗的领会 不论是从这个生命纪十五章那边讲说 你要听从留心里神的话 你就会大大的蒙福 撒加利亚书上十五章四节的样子 也是讲到说 你要这个顺服的话 顺服比线上上好羊的子犹 更蒙神的悦纳 主耶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他顺服以至于死 如今我们才会得到 我们这一班人坐在这里 所以说希伯来书五章四节里面也讲到说 所以这个他既得了成全 然后顺从他的人就立了永远救恩的根源 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在这里 就是因为神的顺服 在提摩太前书里面 使徒们又嘱咐我们说要教训我们的儿女 凡事庄重服从 所以顺服是一件 在家庭关系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也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事 如果姊妹在家里能够服从的话 我相信弟兄在教会中的服事也会得到激励 当然刚才姊妹讲 她其实一年前身体不舒服 经过了医治 这一年往返桃园跟大西之间也非常的劳苦 可是她非常的喜乐 她的身体呢日渐的康复 神真的是信实的神 她祝福了我们 然后呢 最重了这件事 她现在每件事都跟我有交通 不只是表面上的交通 都先来有祷告 祷告完了以后呢 再继续有交通 她会提出她的意见 可是她绝对不再坚持她的意见 就人来说 我应该是不能透露年纪 不过已经五十好几快六十了 这个这样的 我们这样的人到这个时候要改变自己 人家说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可是再人不能 再生凡事都能 感谢壮年班的训练 变化了我的姊妹 神实在是恩待了她 也恩待了我 愿荣耀归于她和她的教会 此到永远 阿们 阿们